因為我之前發過A酸分享的影片 其實蠻多人在樓下留言說 想要知道我平常怎麼保養 或沒有化妝什麼之類的 今天休假我就趁著早上 分享一下我在吃A酸的期間 怎麼保養的 哈囉你好我是博森 今天是我休假早上剛起床的樣子 難道現在我已經吃完滿久的時間 好我直接進入正題 因為我也不想影片太長好不好 我就分享我平常起床之後啊 跟睡前就洗完澡怎麼保養 洗完臉之後我直接會上化妝水 我現在用的化妝水是這個NOVA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到 反正就是這一瓶 它是我後來看到一個老師介紹的 他說反正就是如果你皮膚有一些敏感的問題 或是講痘痘痘痘疤的問題 這一家非常好用 它這個只有在藥局有賣 所以我就找到了一間有賣的藥局 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再來的話 我之前在我還沒有用這家NOVA的時候 我其實一直都是 蠻長期在用屏幕宣言的零支水 這個其實也蠻好用 我相信不用我推薦這次應該蠻多人就知道的 雖然它是專櫃 但是我覺得它是專櫃裡面 我自己用到過 我覺得非常不錯的 只是它價格上不是那麼便宜 畢竟是專櫃 但是它其實以專櫃來說 它已經算是蠻便宜的了 因為我其實用蠻兇的 我的用量蠻大的 對我來說蠻長 大概一個月多一點 就要再去買一次 我就覺得這樣子其實有點傷可抱 所以我後來就找到這間 發現這個NOVA之後 它非常的便宜 可以捨得的用 又非常好用 我在台北的話通常會帶這一支 然後這個屏幕宣言我就會放在我家 我今天就上屏幕宣言這一支好了 我上化妝水的習慣都會用化妝棉 我自己是用的很習慣這種化妝棉 這個化妝棉它不會掉屑 我也覺得很好 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話 我等一下再給大家看 我如果這樣上在上面 我就是邊擦然後邊壓的方式 所以我之前不知道聽誰說 化妝水最好要上個五六次 還真的有進入到保養皮膚的狀態 但是你知道如果要上個五六次 我真的也是很懶 所以呢 我就折周 大概三次 所以我大概會這樣子施壓 等於你可能有些人會施膚化妝水 但是我也覺得施膚有點麻煩 你還要等那個時間 然後之後你還要再上其他保養品的話 我就不想要等那個時間 我就是直接這樣子壓的方式 但是重複這個步驟三次 讓它這樣子吸收到你的臉裡面 我習慣連夏惡這裡也帶到 因為我之前夏惡這裡不是也很不OK嗎 所以我其實夏惡跟脖子 我都會一起保養 如果你們覺得我看這裡很奇怪 是因為我這裡有面子 再第二次 屏幕宣言的這個淋濕水 它是比較保濕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是偏乾 或是你吃了A酸過後 你皮膚很乾 其實用這個的話 它其實真的滿保濕的 它的延展性很夠 所以就是你不會那種 壓了一下它就沒有水 好像要再補水 的那種感覺 就像我臉這樣子 我可以用這樣子的方式 擦完整臉 我覺得還不錯 ZNOBA這一罐 它的延展性沒有那麼強 但是它也是保濕的 只是它水亮的感覺 不會像屏幕宣言淋濕水 這麼滋潤的感覺 所以就是看大家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 如果你是偏油肌 還會長痘痘的話 其實用這個 不會過度的滋潤 其實也是不錯的 就是看大家怎麼選擇 大家都可以去試用看看 再來選到一個自己喜歡的 因為其實我也是 一直這樣子嘗試 就是因為自己的皮膚 然後對自己有一些要求 所以就一直去嘗試一些不一樣的品牌 我現在才穩定的覺得 這個牌子是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用了之後的感覺 再來第三次 我順便分享一下好了 圓滿意的化妝棉 但是它在康氏美跟屈臣室都買不到 我是在全聯買到的 我很喜歡這個牌子 是因為雖然康氏美跟全臣室 也有那種說不會掉棉屑 但是我自己用的時候 我不是很習慣 也不是很喜歡 有人分享什麼無印良品之類的 雖然一些一定也有 它好用的地方 但是我沒有用過 所以我也不好分享 因為我覺得這個最容易買到 全聯就有 它是兩片的 它其實有厚度 如果你喜歡厚一點的話 你可以直接用 但是我會把它分成一片這樣 擺上最後一次的化妝水 我還是會大概的擦一下 讓臉上有水的感覺 有濕潤的感覺 然後有時候就會拍一拍 讓你的臉吸收保養品 好這樣子化妝水的部分就上完了 我覺得讓它再吸收一下 通常都會用我的手臂 這樣子按壓我的臉 輕輕按壓就可以啦 這個步驟一定要不要做 感覺你的臉真的完全吸收了一些 然後從水之後 再上下一個 因為你要等你的保養品 在你臉上完全吸收 再上下一個會比較好 接下來呢 我要上的就是乳液 我只會上這樣子啊 其實我的保養步驟也蠻簡單的 也是NOVA的 這條 還有保濕乳液 我覺得非常好用 一樣就是保濕的 也是針對你的痘痘 肌或是你的敏感肌 我覺得它真的是用了之後 我蠻喜歡一直回購的 它的質地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反正就是乳液狀的東西 所以我的保養步驟不是很複雜 但其實這樣子用下來 都會花一些時間 至少我剛才會把我30分鐘跑 或30分鐘跑不掉了 所以只有現在放下這樣子 我才可以慢慢悠閒的 拍這個影片 不然就沒時間塞這些 我都會輕輕推來 我會慢慢的讓糖海感覺 臉上有吸收到的這些保養品 而且它這個乳液 這點展現滿夠 我覺得好推也很重要 這品就是我從一酸後期 我一開始其實也是都是使用 屏幕學人草本系列 就是靈芝水那個系列的產品 它乳液跟一些精華液 我都是一起用 後來就是覺得這樣子 我的用量很多 每個月常常都要花那一筆 雖然它其實也算便宜了 但就覺得 如果有更便宜的話 我也想試試看 後來找到之間 我覺得很棒 它的乳液跟它花的東西 都非常的便宜 所以就蠻捨得 一直這樣使用它 從我那時候吃了一酸中期 到我現在吃完這麼久 我還是一直都有在用的 所以真的蠻推薦它的 針對你的皮膚這樣子的問題 用了之後 我是沒有其他不好的反應跟感覺 反而是覺得很棒 它的保濕度也很夠 也不會讓你的臉夠度的滋潤 然後反而長一些奇怪的東西 這樣吃完乳液之後 我會這樣子輕輕地拍我的臉 讓它吸收一下 照理說呢 我這樣子的步驟就已經保養完了 其實我也沒有保養什麼 很基礎的保養 但是呢 我其實還會上一個東西 我在這裡私心分享給大家 就是 Dun Dun New Skin的乳惠凝膠 這個東西非常好用 反正就是我媽 她有接觸過New Skin 我們家其實也只有買它這產品 沒有用過其他的 也不是指銷什麼的 我只要受傷啊 就是你只要被割傷 或是燙傷 只要身上有疤痕 或是被蚊蟲叮咬 敷這個乳惠都非常的有效 因為大家都知道 乳惠可以修復你的肌膚啊 不然是你曬傷什麼的 反正只要你有傷口 前頭拿這個來擦一些傷口 就會好得蠻快的 後來就是因為長痘痘 或什麼 其實也是發炎嘛 擦這個其實也有舒緩的功能 我意思就是 比如說如果 現在保養完 我還是會想要 多擦一點點這個在臉上 分享給大家 她這個乳惠膠真的非常好用 她就是天然的乳惠膠 我不知道啦 我也沒有很研究 她的成分什麼 但是我自己擦了 真的還蠻不錯的 主要或是針對你日常在外面 曬太陽啊 或是肌膚乾燥啊 它的用途就是舒緩啊 滋潤跟保濕 所以我就覺得用這個 其實也很不錯啊 我自己用的很不錯啊 大家可以去試用它 尤其是男生 像我早上起床都會刮鬍子 不知道大家習慣用哪一種 因為其實我以前 是比較習慣用電動刮鬍 而且電動刮鬍頭 其實也比較不會傷皮膚 但是後來我電動刮鬍 壞掉我就一直沒有買 所以我都是用那種 直接刮那種 我不知道怎麼講 當然就是 不怎麼樣的刮鬍頭 那種刮鬍頭 就是比較容易傷到皮膚 不小心它用力 你就會流血或是什麼 所以其實你敷這個啊 就算沒有受傷 如果男生用那種 手刮的那種刮鬍 比較容易傷害到肌膚 最後你還是敷衣穿在你刮鬍子的地方 還是會蠻不錯的 畢竟它就有舒緩傷口供 賣場都有在賣這種 一大罐啊 很便宜的蘆薈 我不知道好不好用啊 我沒有買過那種一大罐的 你好用啊 如果有用過的 你可以在樓下分享 newskin這個 用了蠻久 就從小時候 拿它來鎮定的肌膚 其實都還蠻不錯的 所以就一直用到了現在 我都習慣擦一下我的手 是因為我以前冬天的時候 我這裡的手 因為太冷 你知道我的體質就是 非常的怕冷 以前又騎車 我這裡的手都會凍傷 雖然現在冬天 我沒有在騎車了 但是太冷的話 我這裡手還是會不舒服 每天擦蘆薈的時候 會忽異層在我的手這邊 不然我的關節 這裡整隻蠻容易 會不舒服的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很慌 沒有慌 我想說我怎麼突然在擦手 不好意思啦 我就是習慣 因為這真的很好用 哪裡敏感 乾臉 受傷 它都可以有一個修復的功能 而且它也沒有到很過 這樣子我這個newskin的 蘆薈椒 保養就到這裡結束 所以我所有臉部保養 其實差不多就這樣 我其實完成這些步驟 做我就會吹頭髮 不管是洗完澡之後 或是現在 早上之後 我手才會開始碰我其他地方 所以我現在應該要吹頭髮對不對 但是我不想讓影片太久 沒有想到我吹頭髮 我答案就直接進入 我下一個步驟 有看到有人在留言 想問我說 吃A症的時候 或是長痘的時候 我沒有化妝 我待會來回答 OK 我已經吹完頭髮了 我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但是我就會習慣去整理一下頭 通常我都會抓頭髮 但是我今天懶得抓 我今天放假 我今天其實也沒有想要化妝的 但是 為了拍這個影片 我就必須分享一下 我其實 偏要出門 或是我要去哪我才化妝 像我這樣放在家 我根本就不會想要化妝 你沒出門幹嘛化妝會不會 但是我還是 為了要介紹 我就必須要畫給大家看 還是其實我可以不用畫 反正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的化妝品 我是用這個 Exbos的 應該是這樣唸吧 如果我唸錯的話 可以糾正我一下 我不知道什麼講唸 Exbos 就是用清水都可以卸掉 它非常的不傷及 非常的溫和 但是它其實遮瑕度不是那麼的高 其實我擦 一部分想要遮住一點點痘疤的部分 但是一部分也是讓自己氣色好 所以我其實覺得 不一定要遮到完全很乾淨的那種 雖然我很想要那種乾淨的機會 可是如果你是在處於 長痘痘的階段 或是痴血痠的階段 我還是不太建議上那種液體的 在這裡分享一下 我 我忘記我在哪個地方看到 就是有人分享說 液體的那種化妝品 不管是BB霜 CC霜 或是 像很多化妝 反正就是液體的那種化妝品 它其實是比較容易滋生細菌的 所以其實用那個的話 對肌膚會比較傷害還是刺激吧 會讓你的皮膚更容易長痘痘 或什麼的 因為其實我以前長痘痘的時候啊 我都是拿CC霜來遮瑕 但是越遮越恐怖 導致我後來臉這個亂掉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長一點點 我就想要遮住 所以我還是不是很建議 如果你在長痘的階段 或是痴血痠的階段 你去使用液體的化妝品 自己本人推薦 如果你真的要化妝的話 你就是使用這種粉底 粉狀的 因為它是固體的 所以比較不容易滋生細菌吧 我是這樣聽到的嘛 我不確定對不對 反正呢 它又是天然粉底嘛 對不對 不會傷害肌膚 所以我就覺得很棒 來分享給大家 如果想知道我到底有沒有化妝 那我就會把它的 倒在這裡 我也是用它的粉底刷 我覺得它的粉底刷其實也蠻好用的 畢竟我以前也沒有化妝 我也不知道 也沒有用過其他的粉底刷 我覺得它的毛其實是蠻順的 它的毛很舒服 很柔軟 應該這樣講 畢竟我也沒有用過其他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做比較 大家就是 如果要用這個的話 可以去試試看 如果你平常沒有化妝系 光你想要試試看化妝品的話 我就大概上一下來拉他看 我也是用輕輕拍的方式 這樣壓它的傷 因為我不是什麼專業的彩妝師 或是什麼以前沒有化妝習慣 所以我就是用自己的方法 我大概就只會上兩層而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現在是沒有什麼對比的感覺 反正就是我剛剛是上這一邊 因為我覺得它的色號也是男生可以入手的 我這個色號是30號 我忘記了 35 我這個色號是35 以我這樣子膚色的人來說 其實上了我會 我覺得它的色號也算是滿齊全的 我其實一開始是用30號 但是我那時候試用 我是先去拿試用 所以還是推薦大家 如果真的要用的話 可以先去拿試用 發現上了之後 還是會有一點白的感覺 就覺得 嗯 我的膚色好像 再深一點點 就是用這個 男生上了 也不會覺得 感覺你有上 你知道嗎 你看我上了 是不是沒那麼差 好 這樣子就差不多完成我的化妝 上的很隨便 就是因為 我大概只是想讓自己的氣色看起來好一點而已 而且今天我又沒有要出門 所以就 再畫一下給大家看 還要卸妝 會不會拍影片 你看多麻煩 我不知道看不看得出來什麼感覺啦 反正就是我覺得它非常好用 因為它是天然的 就算你是長照度的肌膚啊 或是你現在吃了一酸 如果你想要遮瑕一點點 它的遮瑕就雖然不剩下 但是如果你可以多上一點點 多上個幾層 它還是可以遮瑕住的 我覺得如果你有長照度的話 就真的不建議擦 所以如果你是要擦的話 這種遮瑕度還OK的 它畢竟是天然 框火粉底 我現在一直都在用 所以我頂多就是這樣畫這個 上這個粉底妝 它其實有防曬係數的功能 它有SPF30PA++ 我覺得現在很多這種粉底 其實都有這種防曬的功能 好我剛剛很白癡的 我其實在我要化妝之前 我應該還要再上一個保濕的東西 臉很乾的齁 雖然你不乾 我覺得畢竟你要上粉底 不要讓你容易脫妝 我會噴一個保濕粉 我其實有用過蠻多家的 忘記了 像是雅漾的 還有那一家 禮膚保水 我覺得都行 大家都可以去試用看看 但是我現在私心非常喜歡的是這本 它的噴霧非常的細緻 它叫做Free Plus 它的中文叫什麼 福利美 我忘記它的中文叫什麼 大家可以去搜尋Free Plus的保濕噴霧 重點就是它是附贈代言的 我也是看到有人推薦它 剛好是附贈代言的 從去試試看 然後發現真的很棒 它的噴霧感 如果你有試用過其他的 像我剛剛說的 你就可以感覺到它的水感是不一樣的 都不錯啦 我也沒有說它們另外的其他不好 但是我現在自己是蠻喜歡這家的 好就算我現在上完妝了 我還是可以噴一下 它其實也可以在你上完妝的時候定妝的 就讓它當一個定妝保濕的 我覺得也很棒 其實通常在我上身前會這樣噴 讓它吸收保濕一點 我其實還是會再拿化妝膩 讓它吸收進去 但是我現在化完妝了 我就不太好壓 因為我覺得等一下就脫髮 還是我就直接卸妝 好的以上就是我平常怎麼保養 其實大家如果想要知道的話 我今天就算一個 我不知道就是在什麼類型的影片 我記得有人會分享 GET READY TO ME GET READY FOR ME I DON'T KNOW WIBER 分享我平常有在保養或是有在化妝的東西 就是這樣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 如何 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到大家的問題 我忘記有人在樓下問我的問題 最多就是問我有沒有保養 怎麼保養 或是痘疤 喔 講到痘疤的問題 其實我剛剛使用的這件保養品 它都沒有很明顯的可以彈痘疤的功能 是因為在我世界上的起 我都有回了整皮膚科 皮膚科醫師都會開 彈痘疤的藥膏給我 所以我覺得就是打拼 擦腫瘤的保養品之後 我就會再擦 皮膚科醫生給我淡痘疤的藥膏 就這樣配合實用 所以才讓我的痘疤慢慢的淡下來 差不多就這樣子了 我應該沒有什麼其他漏掉的東西 有漏掉的話 如果有什麼想問的 也可以在樓下繼續問我 我就會回復 可能再拍一支影片之類的 像這樣子 好 那這影片就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 請幫我點個喜歡 按下訂閱的鈕 開鈴鐺才不會錯 讓你喜歡這支影片 我是華盛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